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的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我们还是接着来讲这个人水跟其他的干支的关系 这种呢,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去断一个命局 去判断一些用神格局 它的富贵层次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来说人水是依赖于耿金而生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虽然耿金是人水的偏硬 但是耿金是大块的人水 它生,这个人水的力量也是很强大 它跟心金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比如到了耿禄 就是耿金在地界的禄神就是生金 这时候人水就为天河之水 那么生金就是天河的绝口处 天河这个地方断开了 然后水就淘下来了 而且也就是人水的源头 这个就是从独向的角度 从中国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生金为人水的掌声 就是因为生金就是耿金的路 就代表的是耿金 代表了这种天河之水的开裂的地方 这个水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就这么来的 那么人水的路呢 就在地质的根基 它是在害的 那么害就是这种池昭中流传的水 为什么是吃池昭中呢 因为害水里面有甲木 因为它的木是比较旺的 所以说就是这种湖泊 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 那么我们都知道人水是大江大河 就是长江黄河 那么长江黄河最喜欢什么呀 最喜欢堤坝不要泛滥 所以说最喜欢就是雾土来控制水流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以前的时候 在古代社会经常黄河会泛滥成呆 就是因为堤坝被重溃了 那么它有了堤坝之后 它就能够为我所用 但是它害怕什么呢 是害怕乙木 这种乙木的倒些水汽 就是跟这个水 人水倒这个地方来说 这种乙木在地质里面扎根 它就把水汽都泄没了 人水就会越流越小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乙木什么呢 就是说人水死于某木 死于某 就是到达某的时候 这个木它是刻土的 土被某木所刻就变弱了 就容易崩塌 现在又黄河决堤了 那么这个水就会肆意横流 失去控制 肆意横流 所以说就是代表人水死于某 就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死于某 它并不是说的是人水的某木 就没有了 它指的是失去控制了 肆意横流 变成洪水了 当然也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人水被阴木倒下它的本气 它的气就没有了 就是越流越小了 也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说人水死于某 另外尘是水库 它是涵养水源的 所以说呢 人水是沐于尘土 比如说怎么讲人尘 人尘就是人其龙被格 尘土它虽然是克人水 但是尘土本身是水库 也是涵养水源的 所以说人尘 它一方面是被克 但是一方面也可以认为 人水是通根的 好了 这些克关于人水 跟其他干支的一个关系 对于我们如何去分析它的用神格局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